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苦难是多方面的 也是复杂的 但是我们信徒身上没有一个苦难 是不能荣耀神的 阿们 各位千万记得 我的苦难结束了 我才能够荣耀神 我的疾病结束了 我才能荣耀神 No 保罗说什么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知失望 招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知死亡 身上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身也显在我们身上 各位看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里面 你发现什么 人的身 心 甚至灵里面 那个交战 精神 对不对 我们四面受敌 All kinds of affliction 对不对 Every side 四面 然后有时候我们遇到苦楚的时候 我们一直担心明天 有的 我们心里面的焦虑 对不对 加上 其实使徒都经历过这个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苦难有多方面 那个程度也不一样 对不对 有些人是真的很严重 对不对 有时得到抑郁症 有时候得到绝症 有时候爱的亲人离开 这些是很重的 我们知道 对不对 我们一定懂 所以各位 当我们旁边弟兄姐妹 遭受很严重的 有一些苦难 我们人性 我们有人性 我们能够感触到 对不对 各位 绝对跟他们一起哀伤 一起哀哭 绝对要扶持他们 也不能让他们 你平安 我为你祷告 绝对不能这样 但是另外你也知道 有一些的苦难 比较轻微一点 比如说工作压力 哎呀 工作压力 什么压力 什么苦难 每个人都工作 但是你要知道 人的信心小 每个人的信心不一样 所以有一个弟兄姐妹 如果他工作有压力 然后很痛 然后很看不开的时候 各位千万也是 为了保护他的信心 不要让仇敌吃掉 你一定要为他祷告 扶持牧养他的 但是总而来说是什么 我们的牧养 一定要把他带到 他怎么跟主一起走过这个苦难 因为不管你的苦难是大 是小 是哪一种 对不对 上帝为什么许可 因为上帝就是 要成为 亲自成为你的帮助 各位了解吗 各位比如说 如果你就是生活压力 这样啊 就是过了 一直被冲击啊 孩子有问题了 虽然我没有遇到 什么生离死别的问题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这样就被冲着 被社会的那个节奏冲着 残酷的现实冲着 这样走的时候呢 然后慢慢你的心情就不对了 人变得很硬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人就变成很固执 很硬 然后没有人情味 然后失去这个福音的味道 我跟你们说 不管是大苦难小苦难 主要亲自帮助带领我们 我们要跟他一起走过去的 这个就是我做牧师 为什么我跟各位一起走 我每次讲 我每次跟我中国的同学 我们一起走 虽然我们不知道现在 这个苦难的结果是怎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许可 但是我知道神的应许说 一定是为我们好 我们一起走 一定能够荣耀神 这是我给他们的切据 到现在没有一个 是不能荣耀神的 只要我带着这个心态 为那个人祷告 给他这个真理 不要让他受仇敌的暗示 而被吞吃 信心被吞吃 对不对 很奇妙的一定会看到神的心事 到现在 所以我们不要去 我再讲一遍 为什么牧师在这个地方说 我们的苦难是回去 为什么我说这个是多方面很复杂 为什么我讲这个东西 因为很多时候 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 或者我们的肢体遇到苦难 我们人因为焦急焦虑 好像约伯的朋友 对不对 就来到那个地方 就看他这个样子 哎呀 是不是你犯了罪 有时你看到有一个人 有绝症或者cancer的时候 是不是你吃不好啊 没有照顾身体啊 我们很多时候就这样 你看到离婚的人 或者跟孩子不合的人 是不是你的个性不好啊 你就是对人不好啊 我们分析太多了 我们有时候稍微的查验是需要 但是不要分析太多 因为一个苦难临到一个人 我看过很好的人 很照顾健康的人 也得到绝症 我也看过 所以有一些不能绝对化的东西 尤其是当人遇到苦难的时候 你要怎么安慰释放 带着他与主一起走过 不是去很复杂的 这个link 那个link 这个连接一定是这个 一定是这个 你越连接你越痛苦的 对不对 然后你很多的后悔 早知道我这样 早知道我不要那样 早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的愚昧 复杂的 我跟各位说 苦难是多层次的 也很复杂的 总是把人带到主的荣耀